TTG九尾断开连接 从此TTG再无XQ 新的篇章即将开启 可惜猫神选择了休息 Fly 九尾跟猫神三位好兄弟 未能在赛场再次相遇 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遗憾 可惜看来不打了 不然包置他这样 只能置之尾子了 霸气外露 就在1月21日 又一个非卖品官宣离队 他就是替补很久的九尾 2019年九尾首次登上KPL赛场 他的各种法刺英雄成名已久 可惜随着版本的变动 工具人终担更吃香的时代 让九尾逐渐变成了弃子 不过他如今以自由人身份转会 LGD需要这波流量 也需要成绩 九尾应该会变成重点培养对象 至少短时间内 不会无比赛可打了 只是从此TTG再无XQ 2021年陈宇退役 绑兔租借给镇江VTG 2023年签诚转会去DYG 槟城则是去了涛博 如今九尾去LGD 支持TTG再无XQ 幸运的是 Fly跟九尾能在赛场上面相遇了 前哲也特别期待跟九尾打比赛 可惜的是 猫神选择了修行 以后也不知道 能不能看到三位好兄弟相遇赛场 可惜看他不打回来成绩赛 不然包制他这样 只能制止韦子了 我希望我很快就能跟韦子打比赛 我想快点碰到韦子 我想快点跟土土打 我还想再跟土土打一次比赛 想切他 希望能快一点 我们回来那时候哭了 那真的压力太大了兄弟们 一个选手 那个哭 我觉得 是喜极而泣的 那个哭 是该哭的 特特开播了 让特特给我刷个礼物呀 上次 他发的那张照片 我是我请他吃的 护小胖 1500块 我想回点血 然后就是 Fly模仿猫神哭泣 侧面验证了葛迷你所言 只有关系到位 才敢这么诋毁 表演得唯妙唯俏 关系不到位 就只会觉得猫神哭 是为了夺取空气 抢不到票 你这揍我 你这我干什么呀 抢不到票 我也想让大家来 帮我想不要看我的小珍珠 包補会哭的呀 包補哭的兄弟们 我希望我上场是大家哭 而不是我哭 会哭吗兄弟们 你们哭的话 我再考虑一下吧 我是一个男人 男人是不能哭的 很丢人的 我是个男人 我是个男人啊 其实我跟刚才英诺 我跟英诺也是一样的 这是我的第四年 我也是过了四年 才拿这个冠军 我想说 我们是冠军 总的来说 这届转会期九尾跟苏爱转会 预示着所谓的非卖品 其实并不是不可能转会 只不过难度相对会大一点而已 如今各大俱乐部 已经很少卡选手合同了 不像之前开出天价转会费 就是不想让选手转会 你也没有任何办法 现在明星选手转会变简单 对选手而言都是一件好事 大家觉得呢